那时候我的状况是生了两个小孩 然后还很小 然后又刚买房 所以其实生活的压力也是很大 那时候还好有保险 要不然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 很好的得到修养 回想五年前 家方刚生完第二胎 就发现卵巢癌 治疗之路已经很不容易 加上照顾小孩的压力 还要担心经济是否能负担 就是这些实施实附加种 加重大伤病的话 那时候理赔大概一两百万 所以就是我两年的生活花费 就刚好就是依靠这些保险金去支付 其实我之前在银行工作 然后有一个客户 他也是得癌症 然后是第三期 那他那时候是要一直持续性的做化疗 但是在化疗的过程当中 他是必须要去上班的 对 因为他说他如果没有上班 他就没有就是支付这一笔费用 看过辛苦的案例 家方提早一步投保 夺一份保障 正因如此 也让他在抗癌的过程养足精力 成功战胜病魔 过去有一份调查 是针对癌友还有他们的家属 自费的状况来进行检视 发现有两成的癌友 他们的自费金额是超过了百万 不过台湾年平均的这个储蓄率来看 一般的家庭台湾年平均储蓄却只有28万 也就是一旦离癌对于整个家庭会造成很大的冲击 如果我们用最好的资料以100分来定义好了 健保大概能够给到70分到75分 如果你要更好的就是要求自费 然后至于会花到100万的大概有四分之一的人 可能会有这种需求 台湾的肺癌肾行率也不算低 对所以就是健保大概都是以先给大病为主 如果是一些比较罕见的 就只能顺位排在后面去了 但就算是在台湾已经很常见的肺癌 根据台湾癌症基金会执行长张文正表示 从临床观察发现 九成三肺癌患者也无法获得使用健保给付的标靶药物 正是因为卡关审核标准 但为求续命在经济能力许可之下 只有自费这条路 因为不管是新药或是手术特裁 拜科技进步所赐效果相对有优势 癌友也不可能耗费几年时间等待纳入健保 其实你真的贵的要有可能两个月你就花完这笔钱了 对然后或者是你开刀要用比较新的一些达文西手术 那个可能一笔就20万就花掉了 对然后那个还没有包括后续的化疗标靶或放疗 为了治病患者也想要有更多选择 但大多受限于经济能力 甚至可能为了治病压垮整个家庭 家庭经济状况好的话 也许他可能还会有一些积蓄保险等等之类的东西进来 也许可以协助他支撑一段时间 但是这真的没有办法太久 我们会去分析说我们会有长期照顾的问题 我们会有照顾者的问题 然后我们会有就是后续你们还有没有经济收入的问题 跟你现在投下去之后育后怎么样 对病患和家属来说 可能会因为心急没有办法审慎评估 借由社公司理性的建议能全盘考量 政府给予的协助也真的不多 要仰赖社服单位更是有限 政府的话比较会针对是经济弱势的病人的个案 就是像低收中低收入户 他们可能看护费用会有看护补助 然后医疗费用也会有一些医疗补助这样子 但是都不会是全额 那比较多都会是一次性急难救助 那急难救助的话 就是一次核定多少钱给你一次 一个人只能申请一次 对所以其实有点就是 就是真的就是救急而已 不论是政府或是社服单位 能给的协助真的有限 但从政府的角度来看 如果要加速新药纳入健保 将严苛的给付标准放宽 就得面临是否要调高健保费的问题 牵涉到的层面广又敏感 要治病就成了一场残酷的抉择 TVV的新闻 王华林何将谢丹词太阳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